甘肃临下州基石山线发生6.2级地震 造成多人遇难 部分的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受损 甘肃发生震灾后 台湾同胞感同身受 对于大陆遇难同胞感到相当的悲伤与不舍 连人来 众多的台胞台商通过各种形式 向地震灾区表达关切与慰问 台商台企踊跃向灾区捐款捐物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12月26日 台商台企捐款捐物4000多万元人民币 灾情发生后 台湾有关团体和人士通过各种形式 向受灾同胞表达关心慰问 全国台企连及各地台协 旺旺集团 上海逛龙阀门 富士康 保健集团 东亚机械 敏石集团 保成集团等台商台企 踊跃向灾区捐款捐物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表示 广大台商是大陆改革开放的参与者 受益者 许多台企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 由小变大 由弱变强 为大陆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两岸经济交流合作 增进两岸同胞扶植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这再次充分的说明 两岸一家亲 血浓于水 守望相助的同胞亲情 是割不断 挡不住的 有点赞 有点赞 有点赞